鴛鴦湖畔的枫葉 瞧瞧變色轉紅 浪漫美景一如眼簾 漫步在步道上 猶如置身日本的錯覺 不少遊客起了個大噪 前來賞風 台北三峽 台北來的 有看到什麼東西 就枫葉都紅了 然後天氣也很好 受到天氣變化影響 高海拔的福壽山農場 枫葉轉紅 繽紛色彩和鋪滿地的落葉 帶來濃濃秋意 還有一整片粉紅色花毯 波斯菊花還盛開 天氣好還能遠眺遠方雪山 呈現獨特的高山景致 目前農場也有八成 平日有八成 假日有將近刻滿的住房率 換個地點來到武林農場 枫葉慢慢轉為紅色 枫葉隨風飄逸 目前轉紅約一到兩成 還有上百棵銀杏樹逐漸轉黃 絕美景色竭力綻放 美景將持續到11月底 近期武林農場住房率 超過九成以上 假日幾乎客滿 秋老虎發威 民眾也紛紛上山賞美景 捕捉夢幻畫面 記者連元兵王柏英台中采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